CBA消息 李月如男友或被辞 辽宁或出租吴小将 山东续约王牌内线 山东续约王牌内线 北京时间6月10日 据知名媒体人的爆料 有着小鲨鱼之称的山东南篮王牌内线 正式续约成功 在昨天中国篮协官方发布了 本赛季俱乐部的排名情况 山东南篮排名第8 虽然看起来成绩还算不错 但是懂的人都懂 如果不是上海南篮 江苏南篮被取消了所有的成绩 山东南篮这次妥妥地跌出前十 在季后赛中 山东南篮被郭世强带领的广州队双杀 一轮游的尴尬 彻底扯下了山东南篮 尾强队的遮羞布 比赛结束之后 全体队员的状态非常低迷 就连效力了山东南篮十余年的主力球员 陶汉林都萌生了退役 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发文 想要换一种方式重新开始 山东南篮的决心很大 终于将备受争议的王涵辞退 由助理教练丁伟正式接替王涵的职位 虽然丁伟执教期间也没有太出色的成绩 但是相比王涵 丁伟更加重视新球员的培养 并表示会继续保留球队的固有的优势 也就是说 在丁伟执教期间 将会打造以陶汉林 高师岩为核心的配套战术体系 可能是看到了山东南篮的决心 亦或者是双方达成了某些协议 陶汉林最终决定不走了 甚至在生日会上向山东南篮表态 直言会留守山东南篮直到退役 值得注意的是 在本赛季陶汉林能够拿到14加8的数据 总体来看还不错 对于山东南篮的攻防体系 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辽宁获卖表吴小将 北京时间6月10日 据知名媒体人的爆料 在休赛期辽宁南篮 将会对表现不佳的球员进行优化 除了直接辞退之外 辽宁南篮已经基本锁定了5名年轻小将 或打包作为筹码进行诸戒 辽宁南篮之所以会有那么大的动作 一方面当然是为了球队阵容的优化 另一方面和篮鞋最新的工资帽标准有关 众所周知 辽宁南篮的经济基础并不好 可以算的是季后赛八强中 经济实力最弱的球队之一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辽宁南篮的运营成本一直被严格的控制 据内部人士透露 本赛季虽然辽宁南篮的球员阵容相对完整 但是薪酬空间距离工资帽 依旧有200万的空间 众所周知 在新赛季辽宁南篮的目标非常明确 为了实现辽兰王朝的目标 在休赛期辽宁南篮一定会加强对球员阵容的投入力度 目前辽宁南篮主力球员的续约已经基本完成 外援阵容也已经完成了福格和莫兰德的续约 但是对于其他的轮换球员 如果再按照以往的模式 总支出有可能会超过公资贸的上限 更重要的是 在明年的夏天 辽宁南篮或将迎来大批合同到期的人员 为了给梯队球员留下足够的位置 辽宁南篮将一些年轻球员卖掉 也是在情理之中 据了解 目前基本上已经确定吴昌泽 马壮 燕士博 张立文 卢子杰 五位边缘小将打包足解 李月如前男友或被辞 北京时间6月10日 据知名媒体人的爆料 深圳南篮契将赵一鸣 或在合同到期之后被正式放弃 提到赵一鸣 给到球迷的印象就是李月如前男友 当初两人能在一起 也算得上郎才女貌 赵一鸣在国庆时代有着很不错的技术 无论是天赋还是潜能 在同时期球员中绝对属于顶尖的存在 但是自从两人分手之后 李月如不仅成长为女篮国家队的核心主力 还成功加盟WNBA联赛 职业生涯迎来巅峰时期 反观赵一鸣自从上升一队之后 赵一鸣并没有很快地适应CBA的比赛节奏 也没有发出自己的优势 直接导致在深圳南篮很少有上场的机会 慢慢地已经成为边缘球员 甚至还因为体重的原因多次被管理层批评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近日有球迷爆出 赵一鸣正在福建南篮视讯 这也从侧面证实了赵一鸣没有拿到续约合同这件事 不过赵一鸣对此事倒也看得很淡 曾经通过个人社交平台直言 深圳南篮并不喜欢自己的打球方式 并自嘲自己是个废物 对于赵一鸣的这种躺平举动 自然引起了很多球迷的反感 纷纷指责赵一鸣应该多从自身上找问题 以赵一鸣目前的状态 即便是主教练给赵一鸣机会 他也抓不住 而对于赵一鸣这次视讯福建南篮这件事 球迷更多的是向赵一鸣表达了担忧 要知道福建南篮作为一支常年垫底的球队 如果赵一鸣失去了约束 没准加盟福建南篮 就是赵一鸣彻底堕落的开始